3月23日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一家杂货店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 哀悼者在灵车上放置煎花悼念死难者 这起严重的枪击案造成10人丧生 其中包括一名警察 科罗拉多州政府周二表示 21岁的嫌犯男子面临10项谋杀罪名 但其动机尚不清楚 嫌疑人被警方确认为科罗拉多州阿瓦达市的居民阿哈迈德·阿里萨 本周一下午嫌犯在与警察交火时腿部受伤 送医后状况稳定 这10名受害者的名字在23日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 年龄在20岁到65岁之间 其中包括在博尔德警察局工作11年的警员埃里克·塔利 51岁的塔利是7个孩子的父亲 根据他父亲发布的一份声明 他最近一直在寻找一份不太危险的工作 就是 可不可以 预 intuitive 怪语 感谢 越 dur